大马奥运银牌得主陈炳顺 今天特地抽时间回到槟城母校 不过他一到学校就被当年的班主任吐槽 听到了老师这番话 也让陈炳顺露出尴尬的表情 不过当年学习不好的他 今天回到母校却成为全校师生为之疯狂的人物 校方安排了欢迎声势 完全不输给偶像明星 分享会上昔日的班导师 监语求顾问李慧英老师 分享了他眼中的秉顺 读书呢不是读书的假象 但是呢每个部份的孩子一样 他都是热爱运动 在呃他把学习的知识呢 都投入在热爱运动方面 那么呢在呃 飞踏啦 燃球啦 羽毛球啦 OK 还有学习呢 各方面呢 都会见到他的意义 他自己努力的 编着自己 那么以达到目标 那么无论呢 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呢 他不会放弃 对于以前学习不好 陈炳顺也表示会不当初 分享会后 陈炳顺还亲手 赠送运动服给李慧英老师 而学生们甚至风有上前 要秉顺的签名与合照 好 印钦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